近日,搜狐视频在立都饭店装见与有人一起压马路的郭敬明 当天,郭敬明头戴一顶鸭舌帽,身穿条纹T恤,看上去十分生活随意 身旁与他一路相聊的是一位比其高出一个头的黑衣中年男子 黑衣男子不时侧头与郭敬明聊天并用手笔画动作 看上去两人都十分投入 而郭敬明则大多数时间饰演倾听者的角色 一会儿双眼定格在远方某一点明显在投入思考 一会儿双眼直勾勾地注视着对方比划的双手,相当专注 但有人聊完,郭敬明则一口气发表自己的观点 看上去表情严肃,底气十足 两人边走边聊到一个路口封口后 郭敬明一人静止走向一间便利店与另一位友人会合 便利店里另一位友人负责购五家买单 郭敬明则四处悠转 来来回回横扫了几遍后 目光停留在便利店靠门一侧的杂志架上 只见郭敬明脸上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 一番扫逝之后 郭敬明低着头戴着耳机 边玩手机便与友人一同踏出便利店 搜狐视频娱乐播报独家报道